OK,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你看B,D,三华文,世界格式,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有甲组,这个是A,B,C,D的 有20题,20分 如果是乙组,是现代文理解再加概述 这个是简答题,用手写答案的 25分 所以今天是我们要看的这个 文言文理解 OK,这个不是A,B,C,D的 这个是要用手写的,简答题的15分 OK,接下来的呢,就是顶组运文 运文就是之前那两个礼拜我们学的 OK,有古典诗歌,也有现代诗歌 OK,还有就是乌组作文,作文 迟点我们又再看回 OK,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文言文理解呢 OK,首先 我们来看一则故事 OK,这个有相信你们听过 OK,一个宋国人,他很希望 他种的这个和苗 就是他种的这个树苗啊,可以长高 他就去田里,把这个苗呢 一棵一棵拔高 一天下来十分疲惫 疲劳,但是他很满足 OK,他把所有的,这些他种了的这个树苗呢 小树苗给拔起来过后 因为他觉得,这么长慢高的 所以他就把他帮他,帮他长高 OK,结果他很累一整天 但是他觉得很值得 可是回到家的时候 他告诉他的孩子过后呢 他的孩子去看的时候 这些树苗都已经枯萎了 其实为什么树苗不能直接被拔高 谁知道 为什么他会枯萎 他拔了为什么他会枯萎 他会阻碍到他的成长 怎么样阻碍法 知道吗 树啊 一千拔 嗯哼 你们的声音其实听到不是很清楚 其实就是说你把树那个拔高了过后 他的根当然就抓不住那个泥土啊 OK,然后他的根当然就吸不到水分啊 他就死掉了咯 OK,所以在这个第二段里面 他讲天下不希望自己和苗长得快一些的人 很少啊 对啊 每一个人你种菜 你种什么都好 你都很希望他快快长高 OK,以为这个树苗长大 没用而放弃的人 就像是不给树苗除草的懒汉 OK,就是说每一个人种这个树苗 当然都希望自己 他能够快快成长 然后我们可以去收成他的那个什么果实 OK,所以在这边 妄自帮助他生长的人 就是说自己以为是为了他好 OK,为了让他更快的成长 OK,就像这个八苗 sorry,拔苗助长的人不但没有好处 反而害了他 所以这个成语故事呢 其实就是拔苗助长 所以我们用拔苗助长来形容那些人呢 做事一切一切啊 怎么说不切实际啊 要快 但其实是没有成果 没有效果的 OK,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则故事呢 因为这则故事呢 我们称它为 虽然我们说它是成语故事 但其实也是一则预言故事 OK,什么是预言故事 今天我们看的古文 就是有关这个预言故事的 OK,所以我们先来看啊 什么是预言故事 预言故事是含有疯欲 就是有点带有讽刺性的啊 或明显教训意义的故事 它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则故事 让你看了开心就算了 OK,而是让你有一点点教育的意味的 是文学体材的一种 OK,它的结构简短 多用介遇手法 OK,就是说 借着这个把帮助和苗成长的 这个人啊 OK,使父有教训意义的主题 或深刻的道理 OK,就是让你们知道 OK,其实把苗助长不是一件好事 你自以为是把它 就是说你是为了它好 但其实并不是 就很像现在你们 比如说你在你们这边当儿 你们现在的高度大概是多少啊 你们男生通常是希望可以长到185 对不对 很多人都这样子讲 可是如果你讲 妈咪啊我长不高 你拉下我的头一下 如果把你的头拉一下 你都会长高的话 这样子每一个人都会长到很高了 所以我们要用对的方式 可能你运动啊 你去跑啊 你去跳啊 这样子会帮助你们长高 OK,就很像这个故事里面 那个河 那个河苗你放在那边 它自然而然 它自己会长高的 就很像你们也一样 只要你们吃多点有营养的 然后运去运动 你们肯定会长高的 OK,就要有耐心的等待 OK,所以这是其中一则预言故事 OK,就是今天 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预言故事呢 就是你们作业里面第24页的 这个相信其实你们也有看过 只是你们看的版本 可能不是在这个古文的版本 OK,现在我们直接来做一个 很简单的这个排序的这个功课啊 OK,来你们一起先看看下 第1,2,3,4行 这边有4行 可是你们看得懂的 大概只有那几个字 剩下的你看不懂的 你就要靠猜 谁可以告诉我 你们觉得这个如果排列起来的话 哪里一句应该是第一句 你们先猜 你们先看了 过后大概猜一下 我不解释先 你们先看 认为哪里一句是第一句 老师,那个宋人有耕田者 很好 第一句 对,这个是第一句 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这样 其他人呢 在宋代有一个耕田的人 对,很好 宋国那边呢 有一个人是耕田的 就是说他是一个农夫 OK,你们可以在排便 写一个1好啊 1,2,3的1啊 OK,来,谁可以猜第二 那个 英是 英氏 不对 不对 不是英氏 不是这个 田中 田中有 这个不是田中 对 第二的就是 田中有猪 兔走 畜猪 折颈而死 接下来出来的是什么角色 刚才是人 现在是 因氏齐来而守株 对 这个是 这个是第二 然后第三就是这一个 对 因氏齐 这个读累 L,E,I,第三声 累啊 而守株 继父得兔 难对不对 OK 然后不要紧 接下来就是第四 OK 你们先写1,2,3,4 等一下 我们上完课过后 你在自己慢慢把它全部写成一段啊 所以第一行你们要写就记得空两格 OK 所以你们可以先写第一行 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OK可以啊 所以你们要空两格才写第一行 你们可以先写第一句 接下来的2,3,4 等一下我们上完课你自己再写 因为我不想在这边浪费你们的时间 因为你们的一个小时很宝贵 OK 你们可以先写第一句 但是我希望你们空两格啊 啊 可以把这个照片放在群里面 我会放 啊 我会放 OK OK 所以我只是给你们先写先 如果现在你们要写第一句先 记得空两格同学们 然后你们在上完课过后 你们才把第2,3,4句全部写起来 OK 所以你们听我念一遍啊 它的词 如果拿一个字不会读的 等一下你们就再自己读啊 OK 这些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们慢慢的到最后就会全部解释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是A箱啊 可以啊 你们的麦关一下 有讲话你们拆开 因为很因为我这边回音很重 等一下你们的video听不到 OK 可以啊 接下来我按第2了啊 等一下我会整理出来的 OK 根据文艺画线连一连以下词语的意思 OK 你们可以猜 来 谁懂第一个是什么答案 猜 看是哪里一个 猪是什么意思 如果照刚才那边写 田中有株 对 路在地面上的株 很好 田里面有路在地面上的株根 啊 断株根 所以他讲田中有株 OK 所以你们画线啊 没有尺的话你们用手画线啊 最好有尺啦 最好是有尺 OK 有尺会跑比较整齐 来 第2 走是什么意思 你们可以猜 跑 逃跑 很好 跑 逃跑 OK 这个走就是在刚才我们啊 在那边的啊 你们该在上面那边的哈 第2句那边 兔走 处猪 OK 这个兔子逃跑的时候 啊 OK 然后接下来 第三那个是 因事 奇蕾 这个是 你觉得是什么 呃 你的是 放下 很好 君伟 OK 适就是 适放的意思 就是说放下的意思 适下重担 就是说放下 啊 这个肩上的重担 OK 所以其实适就是放的意思啊 很好 啊 接下来这两个很难 猜呗你们 哪里一个是 累 你们看回刚才的那个问题 刚才那个句子 这个累 因事 奇蕾 来守株 寄富得兔 哪里一个是希望 哪里一个是农具 老师 第四个是 古代 呃 期望 还是希望 错 OK 第四的是 古代的一种农具 四点 我给你们看照片 OK 累是什么啊 OK 或者四点 其实你们自己可以上网去找 在Google找 这个我忘记找照片给你们 对不起 OK 它是古代的一种农具 有一点类似像是那一种 呃 怎么说啊 你们有看过那个 他们去种 种菜 他们用来挖土的那个东西吗 那个 诶 要怎样讲呢 它就是拿来挖土的那一个工具 或者等一下 我解释一下 你们先 你们先画线先啊 等一下 这个就是累 OK 这个就是 它有点像是那种 来产那种泥土的 只是它这个是比较 sorry 这个是古代的那一种 那一种东西啦 OK 所以它是比较 它的样子是有点 我们现在不会看到的 OK 但其实它就有点类似像 那种是去爬那个泥土的 弄松泥土的 啊 OK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叫做雷 OK 所以它把它这个农具 给丢掉 丢到一旁 OK 可以啊 所以这个B像可以了啊 来 我们一起看C像 现在我们慢慢的 要进入这个 要去理解这整首 啊 这个整首 对不起 这整篇故事的这个情节啊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 兔走 触珠 刚才我们一直知道兔 是兔子的兔 OK 兔子走 改走是什么意思 改你们发现了的 走是什么意思 跑 对 跑逃跑的时候 兔子逃跑的时候 触 触是什么意思 撞 撞到 对 触是触碰的意思 就是想碰到 撞到 OK 这个触是触碰的意思 所以撞或者是撞到 这个猪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有讲到的 这个猪是什么 对 断的树根 或者是讲是树桩 也可以啊 OK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抄这个 一只兔子跑得很快 OK 或者你直接写兔子跑得很快 或者是兔子跑的时候 OK 或者是兔子逃跑的时候 撞到树桩上 或者你要写这个树根也可以 断树根也是可以 OK 你知道朝这边的啦 OK 所以看到吗 一个字一个字去翻译啊 兔就是兔子 走就是逃跑或者是跑 触就是可以说是触碰撞到 OK 或者是碰到 都可以啊 都是对的啊 然后猪就是树桩 OK 猪就是树苗啦 树苗也算啦 OK 树根也算 OK 它断掉的嘛 OK 整棵树的 是个树桩 哇 谁家的狗这么凶 来第二题 谁可以猜 记负得兔 这个记 刚才你们发现的 就是最后一个意思 记 希望 对 希望 希望 OK 所以希望或者是期望 负得兔 得兔是什么意思 再次得到一只兔子 很好 OK 希望再次得到一只兔子 OK 或者希望再得到一只兔子 都可以 很好 不错 记 就是希望 或者是期望啊 负 就是再 或者是重复 得到 OK 再次的意思 再次或者是重复 OK 就是说 或者在 OK 得就是得到 然后兔就是兔子 希望再得到一只兔子 或者是希望再得到兔子 都可以 可以啊 相对的你们一个字 一个字去尝试 了解的话 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最后一个 而身为 宋国 孝 这个就有点乖乖了 而 身为 就是而 身就是指谁 指他自己 指这个农夫 而他自己 为 这个为宋国孝 宋国就是宋国里面 所有的人 这边讲的是人 所以他做着这件事情 令到宋国里面的人 都耻笑他 OK 这个你们先猜 等一下我解释 整首诗 整首这个 古文的意思 所以而他自己 OK 这个身就是他自己啊 OK 为 就是雀 背 或者是背都可以 OK 宋国就是宋国里面的人 不要忘记 因为他一开始是讲宋人 宋人就是说 宋国有一个人 OK 所以他这件事情 就被宋国人 持笑 有谁想到 这个话 这一句是什么成语吗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有猪 有兔 想不到 不要紧 等一下练习里面有答案 这个是一个 这个预言故事啊 OK啦 所以现在 我要你们看回去 刚才我们 写1234的A项的 我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 老师 刚才那个是 守株在兔 对 很好 这个你们应该有听过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则一言故事啊 来我们一起看 宋人有耕田者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的 宋国有一个人 他是耕田的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农夫啊 OK 田中有株 他种的田里面有什么 有断掉的这个树根 OK 在这个田里面 有掉落在这个田中的树根啊 兔走 触株 结果有一只兔子呢 在逃跑的时候 等他在跑的时候呢 他不小心撞到这一个树桩 就像这个断掉的树根 OK 折颈而死 他怎么死的 什么叫折颈而死 颈像断掉死掉 对 他撞下去的时候 可能用力弹得太快了 对 他的颈像被折到 然后就死掉了 人也是一样 人的颈像不能折到啊 折到也是死的哈 OK 所以在这一边 因是其累而守株 然后这个农夫看到了过后 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样子的情景过后 是其累 刚刚我们讲的 是是什么意思 看回去 鼻像的 你们发现的 是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就 放下 对 放下 对 他就放下 他农具 这个棋子的是什么 这个棋子的就是 他的 所以因此他 放下 他的 农具 就有那个拿来 拿来玩泥土的那个 OK 而守株 而他在那边守株什么 守株那个 树桩 为什么他要守株 株桩 为什么他要守株那个株桩 因为他以为他会有兔子 对 这个 这个是刚刚我们翻译的 这个是刚刚我们在第二题翻译的 OK 寄附得兔 因为他希望可以再得到一只兔子 因为刚才那只兔 第一只兔子呢 因为撞到他 那个掉下来的株根呢 就撞 因为折颈就死掉了 所以他把牌得到这个 这个白兔 这个兔子是可以吃的 有人是吃兔子肉的 只是我们马来西亚 应该没有人吃 OK 所以他觉得 我做工这样辛苦 OK 我连肉都没有钱买 没有能力买 可是我坐在那边 OK 竟然就有一只白兔送上门 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的农具给放下 他不再去耕种了 他就坐在那边守住那一个树桩 以便希望可以再次得到一只兔子 OK 结果最后是怎么样呢 兔不可复得 结果兔子呢 可以再得到多一只吗 他这边讲不可复得 不可以 对 他不能再得到了 因为大哥 为什么 为什么只能得到一只兔子 为什么他接下来不会再有兔子来 不可复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复就是重复得到 这样不可能再次得到 来 你们猜一下 这个在那边里面没有的 为什么 你看到一只兔子在那边撞死了 他以为坐在那边 就会等其他兔子来撞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可能 那个兔子是 因为 因为那个兔子是被 那个东西 被追捕 然后不小心撞到 那个树中那边死掉了 对啊 他是不小心撞上去死掉的 难道每一只兔子都会不小心撞上去吗 不会对不对 OK所以 这一件事情呢 他自己 让令到他自己呢 被这个宋国人耻笑 耻笑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就代表他很没有脸 就是说代表他很丢脸的事情 人家每一个都会笑他 OK 这种人这么这样懒惰 OK 为了 为了去得到一只 容易得来的兔子在那边等 结果 兔子等不到 然后又没有去耕种 什么都得不到 两头空 OK 所以这整个故事 就是为什么他称为预言故事呢 因为这整个故事呢 是要我们不要成为像这个农夫这样子的人 坐在那边 难道天上就会有果子掉下来给你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每个人就在家就好啊 摇摇脚 那个钱就进口袋了 对不对 OK 所以他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像这样子的人 不要像这个农夫这样子的人 所以这种我们称为预言故事 可以是给我们一些启示 给我们一些 怎么说 一些启发 OK 希望我们不要像他这样子啊 OK 所以这一边的 大家都OK了 给接下来 可以明白吗 同学们 可以啊 短短的四句而已啊 可以吗 全部 老师可以回到那个连线那边一下吗 我没有写到 哪里 那个连线的 连线那边你还没有写到 一下子 有一题 一下子 这个我要弄掉他的题目 我要弄掉他那个图画 OK 可以啊 等一下 即是希望或者期望 累就是农具 大家顺便背一下啊 是就是放下 走就是逃跑 或者是跑 住就是这个段数根 可以啊 所以其他人已经好了 好的现在看25页的123题 ABCD的 要知道了 OK你们可以先尝试一下 我给你们一点点时间 给你们一分钟做这三题 你们先尝试 这个你们很理解了 你们应该可以回答了 所以第三题刚才这样已经答了 给第三题刚才已经有答案了 OK很好 OK很好 第一题 圆岗有在吗 圆岗答 圆岗有在听吗 圆岗 有啊 第一题什么答案 老师等一下 我看一下 老师应该是A吧 其他人觉得是A吗 他是因为没看清发像吗 对啊 不是啊 所以他是什么答案 ABCD不是A C很好 OK答案是C啊 圆岗看好来 因为刚才我们有讲 他撞上这个树桩 OK圆岗看好来啊 OK不是刚才的A啊 C啊 因为刚才我们有讲 他是撞到树 OK他有撞到那个树桩 圆岗关下你的麦 关掉你的麦 关掉你的麦克风 OK可以啊 所以第一题答案是C 所以看到吗 你要很清楚的 看清楚这个题目 他在问什么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里面的题目 很好 刚才谢谢你们 尝试回答 OK来 在第二题里面呢 老师第二题是A 他想要不牢 老师第二题是A 对很好 对 第二题答案是A 他不再跟前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要不牢而获 OK不是因为兔子 会继续送上门来 是他认为 如果他写 他认为兔子会继续送上门来 如果C跟A的话 这样子我们会选择C 可是他并没有讲 他怎么说他认为 OK因为这边兔子 会继续送上门来 吃一个肯定句 是讲他肯定会送上来 OK所以这个不对啊 所以C不对啊 OK所以答案肯定是A了 原本其实A跟C都很相似 OK只是C如果他有讲 他认为兔子会继续送上门来 我一定会选C OK只是现在他没有讲 他认为 这个是代表他肯定 这肯定是错的啊 OK可以啊 所以第二题答案是A 很好 第三题刚刚我们已经有回答了 第三题是B 一首猪太太兔 所以这一种是预言故事 我相信下一次 只要你们看到一些文 一些文具是关于有教育性的 一些故事性的 OK这一种就是预言故事 OK可以啊 这三个很清楚啊 所以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要你们考试的时候 就是要你们一个字一个字写来回答 刚才那个ABCD OK就是在甲组 你们需要回答的ABCD的 OK那一个是二十题 但是你们的古文里面会有十题 现在我们只是知道 看着作业只给你们三题 OK接下来又另外这三题 另外这三题是用手写答案的 OK所以农夫有没有在得到兔子 为什么 所以你这边有两个问题 所以你要先回答 有还是没有 这边至少会有一到两分 所以有没有在得到兔子 没有 没有很好 没有 直接回答 没有 OK写 没有 OK然后解释 你要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他没有得到兔子呢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因为他其实是 之前死的那只兔子 是不小心撞到的嘛 OK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子写 你们可以抄啊 因为兔子撞树桩而死 是偶然的 偶然的就是说 不是一直发生的 只是偶尔才会发生那么一次 OK所以不是必然的 就是说不是一定的 不是每一只来到这边的兔子 都会被撞死 OK所以这种叫偶然 就很像你跟朋友 OK在街上碰面 你不可能每一次出去 每一次碰到朋友 对不对 你们都是很偶然会遇见 就是说偶尔才会见到一次 OK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偶尔才会有那么一直在那边撞死 OK所以这个是偶然 不是必然的 OK所以后面这个答案 比较多分数 如果这一题是有四分的话 如果这一题是有四分的话 OK前面这个会有两分 或者是后面这个会有两分 如果是四分的话 要么你不好运的话 这个就是一分 然后这个要三分 OK所以如果你写不出这样子的句子 你只是写因为兔子是 那第一只被撞死的兔子是不小心的 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拿到两分 OK虽然拿不满三分 OK但是你可以写到这样子已经很好了 OK所以这个是大致上 因为这个他没有给分数 我也没有去揣测 他这到底这个分数要怎么拿 OK所以我就是大概跟你们讲一下 可以啊很清楚啊 OK第二 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歧视 来谁可以回答 做人要怎么样 做人要脚踏实地 不要不老而活 对很好 还有别的答案吗 做人也不可以太过 懒惰 就不要想着 OK不要紧啦 OK就不要想着自己是侥幸的 自己是从 好事一定会发生的 不要这样子想 又或者是 我们做人不能贪得无厌啊 OK从来不要想过是不劳而活 这个很好 OK有时候会因小失的 所以这边我会给你三个答案 你写其中一个就好 你觉得你要写哪里一个都可以 做人要脚踏实地 就像刚才智阳讲的 如果你要写做人要脚踏实地 不要想着不劳而活也可以 OK你们可以参这些啊 OK我的第一个是不要心存侥幸 什么是侥幸呢 侥幸就是说 你会觉得偶尔那么的一次幸运 会永远发生在你的身上 这一个就是侥幸 侥幸是不对的哈 OK侥幸只是很好彩的意思 OK不要心存 不用紧 那我很好运的啦 我每次都一定 一定是这个天在帮我的 所以这个就是侥幸 心存侥幸 心存侥幸是说 永远觉得自己是会很好运的 OK做人不可以太懒 不要想着不劳而活 这个你们都懂啊 人不能贪得无厌 OK不然会因小失大 写一个就好 该这样如果你要写做人要脚踏实地 不要想着不劳而活也可以 你们自己写 自己写自己答案也可以 OK这个通常会给你们 3到5分 如果这一题会有6分的话 那么你们就要笑得很开心啊 因为如果真的是6分的话 你们已经刚才这样已经拿到6分了 OK 所以很好啊 所以这个启示 你想一个来 你写一个就好 不用吵到晚 找一个来写 你认为你觉得最适合的 OK所以你认为 农夫是个怎样的人 你们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贪得无厌 嗯贪得无厌 贪得无厌可以 但是这个会拿不到满分 想着不劳而活 要不劳 对想着不劳而活 可以一些 见死不救吗 见死不救啊 不可以 因为他撞就是已经撞死了 他怎么救 给不要紧 很好 谢谢你 尝试回答 很好 俊伟 就是一直要这样子讨论 OK因为其实 如果是我啦 其实如果你如果讲不劳而活 我会给你满满的分数 只是这个作业 他给的答案是这个 不懂得变通的人 OK也就是说 他如果既然他会想着 有这个兔子在撞着的话 他应该要讲 哦谢天谢地 我拿到这个兔子 今天可以加一餐 OK然后继续努力啊 因为努力归努力 然后你偶然得到的东西 就是当这是一个 加奖 就是当这是一个bonus 当这是一个 多出来给你的奖励 OK所以 他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人 就是说 他死死的认为 有兔子来撞到 下一个兔子一定会来撞的 这个就是不懂得变通的人 当然如果你是你们写 如果是你们该讲的答案 贪得无厌 贪得无厌拿不到满分啊 但是如果谁是写 不劳而活的话 他很想不劳而活的话 这个我会给满分 可是这个作业 他给的答案是这个 OK所以不要紧 我们跟作业的 但是如果考试的时候 我是接受啊 贪得无厌 啊不是 sorry贪得无厌拿不到满分 我可以接受 但是拿不到满分 OK可是这样 就每样子讲的答案是不可以啊 因为他不是见死不救 OK因为这个动物 反正一撞下去 紧折断就马上死了 他怎么去救他 他不是在那边等到他 死了过后 他又不是这样 看到他那边挣扎 他没有去弄他 没有去救他什么 他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马上死的 OK所以可以啊 所以这个考试 很喜欢就是出这种题目的 启示啊 里面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 人物形象啊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 OK 所以这一些问题呢 就会是要取决于你 到底能不能够看得明白 那个文章在讲什么 这个很重要 OK可以啊 可以吗 同学们 清楚明白 这整首 这整首 这整篇文章是什么了吗 同学们 可以啊 可以 OK 接下来我们看26页 我想问 这个26页 其实是在之前 3月到6月的假期里面 我有叫你们做了的 对吗 你们应该是还没有做哦 好像是 有做了 我们一起讨论答案 如果还没有做的 等一下我们一起讨论 也是直接写答案 OK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 26页的这个练习 以之前3月到6月之间的假期 我有叫你们做的 当然有做的 应该就只有那么一两个 OK没关系 我们今天一起看啊 第26个27页的啊 26个27 我只有上面的这个 我只有在 放在电脑里面 是上面的这些东西 然后里面的问题 我没有放在里面 所以没有作业的人就 就 就你们就只能听罢了啊 OK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第26页 这个练习 一 OK 来 第一个字怎么读 第一个字就不会读了 主事有 是鱼吗 第几项 第三项 怎么读 对 鱼公 鱼公 鱼公啊 鱼公 它这边下面 你们注意看的话 它有画一个线 画一个线代表是名字 它可以是人的名字 它可以是地方的名字 可以是书的名字 OK 但是通常这边是人 或者地方的名 所以鱼公 鱼公是谁呢 下面这边有解释啊 它是鱼亮 它的名字叫鱼亮 它是一个大将军啊 它也是一个 这个荆州的刺史 刺史就是一个官职来的 OK 所以 这个鱼公呢 它乘马 什么叫乘马 它骑的马 对 OK 它骑的马 这样其实在这边呢 讲真正来说呢 是它骑 就是说 它们以前的人那种官呢 它们是不会直接去骑马的 它们会有一个马 它们会有两三匹马 拉着一个车 所以它是坐在那个车的 那个里面的 OK 只是它那边呢 其中的一只马呢 帮它拉车的 其中一只马呢 OK 有一个 是地鲁 啊 sorry 地鲁 它的名字叫地鲁啊 看这边啊 我们这边有解释 你们可以看那个什么 注释啊 作业那边有注释啊 地鲁啊 地鲁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马的名字 是一个马的品种啊 OK 它的额头上面呢 有白色斑点的 OK 古人认为这种是凶马 OK 凶马 什么是凶马 不是很凶 那个凶啊 这个凶是说 这个马会带来不吉祥的 这个意思 OK 因为其实古人 他们很奇怪 他们觉得只要是一匹骏马 什么是骏马呢 就是很好的一匹马 他们的身上呢 其实应该是很光滑的 不可以有任何瑕疵 就很像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种古代的那种皇宫的戏啊 如果要成为皇帝的妃子 就好像要成为皇帝的老婆 他们身上不可以有一点受伤的疤痕 OK 这个是最基本的 所以对以前的人来说 马也是 马是不能有瑕疵的 它的肤色一定要很漂亮 有光泽 OK 只是现在问题是这个羽公 他骑的这只马呢 他的额头上有一个白色的斑点 OK 古人他们都认为这个马全身上下 只有额头上面那一边有一片 就是一片这个斑点 他们觉得这一匹是一匹凶的嘛 就是说成者不及 什么叫成者不及呢 其他的人呢 都不会好运 就是说他会带来恶运 对会遇到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不及想 所以他不及想 对很好 OK 所以他们认为其他这种马的人 会是不及想的 OK 所以在这边呢 这个或指的是什么呢 有的人 有的人语令卖去 有的人劝告羽公做什么 有的人劝告 卖掉这匹马 对 有的人就说 他就告诉这个羽公 诶 羽公啊 你这匹马真的是不祥的嘛 不好的嘛 你不如卖去 语令就是说告诉他 让他去卖掉 OK 可是与云 OK 之前我们看过的说 是约 对不对 孔子约这个约 古人有约的这个约 约是说的意思 所以云也是一样 云跟约都是一样 都是说的意思 OK 所以羽公就说 卖之必有埋者 如果我们拿这匹马去卖 对很好 卖之 这个之指的就是他 这个他指的是谁 指的是那匹马 那匹马 OK 所以如果我们卖掉他的话 一定会有来买的人 OK 寄父害其主 什么意思 会害掉那个 买他的人 对 很好 OK 如果我们把它卖掉的话 就会有人来买 那个买他的人 我们就会害了他 OK 所以在这边 他写 宁可不安己 OK 宁可 去危害自己 不安己的意思 就是危害自己 所以宁可自己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 不祥的这个运气 OK 宁可自己自己受 自己壞的运气 自己得到不及 OK 好过 遗余他人灾 好过去把这个 不好的运气 转嫁 给别人身上 OK 所以看到吗 这个羽工 他很有 他很讲道理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说 他如果把马卖掉的话 这一匹马 就会带给厄运 给这个新的主人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宁愿自己是厄运 都不要把厄运 带给别人 这个是羽工讲的 然后他告诉这个人 这则故事 这则故事我相信 你们有听过 你们有听过两头蛇吗 没有 没有 OK 这是其实以前 以前有一个人 叫孙淑敖 这个孙淑敖 我以前小时候 有听过这个故事的 OK 你们就没有听过 所以今天你们来听 孙淑敖呢 这个人呢 OK 孙淑敖是谁 他是楚国令印 OK 什么是楚国令印呢 就是楚国的时候 最高的官先 除了这个皇帝 接下来就是他的官职 最高的 所以他是在皇帝之下而已 OK 所以这个 这个孙淑敖呢 他是一个很 很有善 很善良的一个人 OK 所以他小的时候呢 有一次 他在路上遇见 一头两头蛇啊 因为蛇 我们都知道是一条的 可是有一些蛇呢 他们生下来 就是有两个头 OK 所以 以前的人 他们会怀疑 听说看见 两头蛇的人 一定会死 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谁看到两头蛇 代表你们的运气很差 代表你们会有厄运 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OK所以这个孙淑敖 他回家告诉他妈妈呢 我今天竟然看见了两头蛇 OK 所以他妈妈就问他 现在蛇在哪里了 OK 孙淑敖就说了什么呢 我怕后面的人 再见到他 就把他打死 埋掉了 因为他想 反正我都要死了 我不希望下一个 看到 我不希望再有人 下一次 因为看到这个两头蛇 而死掉 所以看到那妈 他很善良 他并不想去害别人 有一些人 不会耶 有些人很坏 他们如果知道自己要死 他们反而会拉人家 一起颠背 对不对 烂在一起死 可是这个树熬呢 并没有这样子 OK 他直接把这个蛇给埋了 然后才哭着回家 讲妈咪我要死了 OK 因为我看见了两头蛇 结果他妈妈说什么呢 以心肠好 一定会好心得好抱 叫他不用担心 OK 当然最后他没有死 OK 所以C 这个C呢 指的就是以前 他现在告诉他这个故事 他跟这个人讲 叫他卖马的这个人讲 这个羽工啊 OK 以前有个叫孙树熬的人呢 他杀了两头蛇 以为后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以便 他可以保护后面来的人 就是说以便 他为了后面来的人好 就是说以便后面来的人 不会遇到这个两头蛇 OK 古之美谈 什么意思 是以前 什么叫美谈 很好 对 对人家来说 每个人的茶余饭后 谈到这个树熬呢 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故事呢 对每个人来说呢 是一件好事 OK 是一个家话 就是传到每个人的口中呢 都觉得这个孙树熬很厉害 很好 OK 所以孝之 什么是孝之呢 在这一边 就是说我模仿他 OK 就是说我现在也要学他这样子 OK 不易打呼 不也是很通达吗 就是说既然现在 之前都有人这样子做 所以我这样子做 也没有 也不为过啊 OK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整个故事里面 OK 你看到啊 这个作者 他其实这个是说心语呢 其实这个写的人呢 OK 很厉害 他把这个羽公卖马的这个故事呢 跟这个 孙树熬的这个故事连接起来 变成一篇一篇 OK 所以很厉害啊 这个 OK 其实他也是就是要告诉我们 OK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为人要善良一点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这个他的这个翻译啊 就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 你们可以读一遍 OK 辞典我也会放在这个 啊 这个群组里面 可以的话 你们有注意看到你们的作业 上面那边那个 那个原文 下面有一条段 很多段的线 对不对 下次你们回去 就把这些字抄在那个线上面 OK 所以等我放在群组的时候 你们把它抄进这个线上 啊 抄进这个作业里面啊 OK 所以当然如果你不要抄 我也不强迫 啊 什么东西 老师这个之前不是 老师这个东西之前不是在MCO上 你们 你就叫我们做过 对啊 我所以咯 但是问题是你们明白吗 所以啊 所以我才讨论啊 我知道你们其实是乱做一通的 有些就算你们有做 你们只是乱乱全 你们根本就看不明白 对不对 OK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了 你们就很厉害了啊 很好啊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题目 看你们对多少题啊 你们如果有红笔 你们有做过了的 你们可以直接用红笔改 如果没有红笔的话 你还没有做的话 就大家一起做啊 来第一题 为什么有人叫羽工 把这个地炉卖掉 因为那个 那个马是 比较 不幸要走 对 所以ABCD哪里一个 第一题啊 第一题 全部看第一题 你们作业里面有 作业里面有 那个D 东西那个 是东西吗 是因为有白色斑点 所以他怎样卖掉 有白色斑点 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幸 对啊 所以哪里一个是讲不好的 哪里ABCD 哪里是讲对主人不好的 有可能是东西吧 没有啊 东西只是讲他有白色的斑点啊 但是他并没有讲他不好啊 讲他不好的是哪里一个 ABCD 不是东西 不好的 我是不是D boy 对 B boy 因为D炉会 防害主人 可是很好 刚才俊美讲的这个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回答问题的话 我们肯定会选D donkey 可是D donkey 他只是讲他有白色的斑点 可是白色斑点是为什么呢 他要卖他是真的因为他有白色斑点吗 而是因为他的白色斑点 对他们来说是会害人的 OK 所以我们要选择B啊 OK B boy啊 所以第一题答案是B boy 我写在这边啊 第一题答案是B boy 第一题答案是B boy啊 可以不要紧军 现在我们再一起讨论 很好 刚才我就算你们这样子回答 我们错了 我们就一起讨论 OK 所以我们要找去正确的答案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更担心 就是ABCD的答案 因为ABCD答案 他答案都很接近 谁的麦很吵 管一下 管一下 谁的麦很吵 管一下 OK可以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题 鱼公不肯听那人的话 因为 要回答你们可以开麦 然后管回去 ABCD 他不肯卖掉麦米 对很好 D donkey 因为他不想嫁祸于他人 OK所以第二题答案是Donkey 很好 可以啦 第三题 孙叔鸥杀两头蛇 是为了谁 ABCD 为了后人 对 为了后来的人 OK就讲为了要在后面来的人 就讲那条路是很多人走的 OK所以他是为了怕后面来的人 也看到那两头蛇儿死掉 所以他就把他死给杀了 所以答案是BBOY啊 很好 你们都已经很明白了 OK 接下来 第四题 鱼公有怎样的高尚品德 他有怎么样的是高尚的品德 为了他 为了他 为了他人 有人 那个声音我听不清楚 谁讲话刚才 声音听不清楚刚才谁讲话 ABCD 为了他人 没有 为了他人是第三题 现在我要讲第四题 第四题 他有怎样的高尚品呢 BBOY啊 他模仿孙叔啊 杀两头蛇而流防百事啊 就算为了他让他自己的名声 流防百事 意思是说让自己的名声 流传到几百年后 就每个人一听到这个 哇他很好心耶 每个人听到鱼公 他是为了这样子吗 所以他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让自己出名啊 还是 第四题是A 对很好 第四题 当然是A 对 他不迷信 OK 而且他不害人的高尚品格 啊品格 OK 所以第四题答案是A 他并不 他不是讲 他其实不是讲不相信这匹马会害人 只是说他不是过于的迷信 迷信就是说已经过于相信 相信到他很害怕 如果是一个迷信的人 他会直接把这个马给埋掉 这种就是迷信的人 可是他不是 OK 而且他不打算害人 我不要刷丢 什么 跟谁讲话 听不清楚 为什么我不要杀掉 为什么他要杀掉一匹马呢 一匹马 这个马是帮他拉车的 所以咯 因为他既然都不肯卖掉 不肯害人的话 你觉得他会去杀那只马吗 他绝对不会啊 他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OK 所以肯定错的答案是D OK 然后C跟B是很相似的 就是说他的名声 他希望让他的名声变好 然后每个人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他并不是这样子做 如果是这样子做 他不叫高尚品德了 所以这个你们不可以错了 这题通常就是 你们应该会采得到答案的 但是如果错也没关系 OK 你们尝试 至少尝试 你们现在还预备班吗 没关系 你们还有五年的时间 那到了SPM 希望你们已经会懂得分辨了啊 OK 来 第五题 可以啊 同学们 一到四可以啊 暂时 不可以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问 OK 等一下你们再可以重新问我 其他的题目 如果还是不明白 OK 第五题 羽公为什么要列举 孙叔熬的事 为什么他要拿孙叔熬的 这个故事来讲呢 ABCD谁可以猜一下 第五题 他为什么要拿孙叔熬的事 对很好 没有 你当记 很好 为了证明自己宁愿冒险为别人消灾的行为 是旷达的 OK 这个跟最后一句很像 笑之不易 这边你们看回这个啊 笑之不易 答呼 这个讲是什么 我模仿他 不也很通 通达达 对不起 通达的吗 对不起 不是通达达 OK 所以答案是D donkey啊 第五题 诶诶刚才全部不见到完了 第一是B 所以第二题是D donkey啊 因为是在最后这一边 它是在最后这一边 然后第六题 以下有关地炉等说明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看好来不正确 哪里一个是错的 现在你们认为有可能的答案是哪两个 肯定对的 肯定对的是哪两个 谁可以告诉我 肯定第六题ABCD肯定对的 第六题是C吗 很好不错 军委 肯定对的是B跟D 地炉的主人肯定就是雨量 然后他的额头上真的有白色的斑点 可能接下来A跟C 你不懂哪里一个是R字 是R是不正确的 那一个是错的 可是我一看起来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快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就是 地炉真的会妨害主人 他这边有讲真的会害人吗 他如果真的害人的话 雨公到现在可能应该都不会活着了吧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没有证明 没有证据 所以答案第六题是C 第六题是C C就是错的 因为地炉真的会妨害主人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他这一边没有说 他是不是真的会害到人 可以啊 OK 第七题 为什么古人认为地炉会是防害主人的凶马 老师是A 很好很好 OK 答案是A 因为古人迷信 OK 有可能你会选择C啊 同学们 OK 可能我们会选A跟C里面 我们会很纠结 到底要选A啦 还是到底要选C好 OK 我再重复一次 他在头上有白色斑点 并不是因为他说 这就是平马 白色斑点 他就是 他就是不好的嘛 他有白色斑点 他就是有不好的嘛 只是因为他有一个白色的斑点 然后让他们相信 OK 只要身上有 就是讲有斑点啊 或者有质的这个 这一些马啊 OK 身上的这个 皮肤的颜色不够均匀的 都不是好嘛 他们都会这样子认为 OK 所以第一题答案是A 第七题答案是A 很好 古人迷信啊 都是因为他们迷信 第八 从与公的一番话中 我们领会到什么 口才好 A 确实答案吗 你们觉得肯定不是答案的 是哪里一个 肯定不是答案的 对 A 不是答案 还有 可能是 是什么 是 听不清楚 君伟 听不清楚 该你讲什么 是什么答案 哪里 有可能是C 不是的话就是可能是C OK 很好 A跟C都不是答案 OK A跟C都不是答案 所以你只可以从B跟D选 所以你觉得 与公其实是要告诉我们 哪里一个 B还是D donkey 对很好 D donkey 因为与公相信 有德行的人 上天不会将厄运给他 OK 其实 B跟D呢 其实你们都会感觉 老师这两个答案 很相近 很相似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觉得回答问题 有选择题的话 会更难 因为他的答案 很接近 OK 所以像D跟B 这样子呢 这个与公相信 乘坐地炉 不会有获释 这边其实从头到尾 他并没有说 他不相信这一匹马 是不是凶马 OK 还是 他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他并没有说 OK 只是他是想到 不要害人 OK 所以在这边 既然他不想要害人 就很像孙叔 孙叔熬的 A case 他没有去杀掉那两头蛇 因为他不想害到别人 OK 当然自然而然 他就平安度过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 能够像 顺叔 然后这样子 OK 他救了别人 OK 自然上天 也不会亏待他 OK 所以答案是 D don't key 所以你们要看 要清楚理解 这整首 这个整个故事 在讲什么 这个第九题 与公的行为 符合以下 哪一个名句 猜一下 对 很好 很好 A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们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也不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这个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以第九题是A 来 我们顺便讲一下 第九题的B是什么意思 答案是A啊 第九题 OK B是什么意思 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是什么意思 知道自己 彼是谁 知道自己 还有知道 对 知道他人 知道对方 OK 百战不待 我们就能 怎么说百战百胜的意思 OK 只要足够了解自己 跟足够了解对方 我们就无往不利 OK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C 耻有所短 寸有所长 什么意思 他三尺高 四尺高 五尺高 六尺高 这个尺 OK 可是他也有短的时候 一寸 两寸 三寸 当他等到一百多寸 两百多寸 他也是会有所 他也是会有长 什么意思呢 每一样东西都有他的优点 也会有他的 缺点 对 缺点 有缺就会有 有啊 OK 所以 这个是讲 世界上的东西都是 什么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OK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优点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缺点 OK D呢 不入虎学 焉得虎子 你不进去老虎 住的洞穴 你要怎么样可以得到 对 老虎的儿子 对呢 所以就讲 你们如果不努力 不付出 你怎么会得到 你想要的成果 OK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OK 可是 第一个其实也是 你们预备班 如果你们的课本 还没有换的话 你们读的 那个叫名句精华 以后有机会 我会给你们 背这一些 因为这些 你们其实适合 写在文章里面 如果来个文章 有关于这些东西的 你们可以把这些 语句运用在里面 OK 这四句都可以用啊 OK 可以啊 所以我们结束了第九题 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题 笑之不义答呼 所以这个你们可以看啊 你看我这个视频里面的 翻译也有 所以哪里是 哪一个是答案 发答肯定不对 D D 显答显得很厉害 不对 显得很 我说是C 对 答案是C OK 就是说 对 C 很好 我效仿他 笑就是效仿 之就是他 不也 不就是不义 答呼就是通达 通达是什么呢 就是通情达理的意思 OK 所以第十题答案是C